地上血跡斑斑公寓樓梯 留下明顯的打鬥痕跡看得出來 還有用清水洗過 原本平靜的香弄裡 半夜發生討債砍人 嚇壞附近民眾 男子躺在醫院急診室 看起來有些虛弱 手部包裹紗布 醫務人員來回小心處理 警方也到場 離清整起事件經過 30號凌晨一點多 一名30歲的劉姓男子 疑似帶著開山刀 來到新莊中港路 要找35歲詹姓男子討債 沒想到兩人一言不合 直接吵了起來 劉姓男子遇曹了開山刀 就拿了出來 兩人發生激烈扭打 過程中兩人分別手部頭部 都遭到化傷緊急送醫急救 一場衝突 釀成疊血事件 雖然當事人互相不提高 不過晚上就在平靜巷弄大吵大鬧 甚至打得頭部血流 也讓這一碗毫不平靜 記者許志明 新聞時報道